这个用短球引用 李宗伟把球送到后场 利用自己的充沛的体力和肌肉的这个爆发力 重扣 又是自己的发球出现了失误 李宗伟在往前的技术还是相当不错 对 球的质量非常好 另外一个他在往前发往往以后的破往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呢 李宗伟把这个局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现在是10比3 07分 这个直线的突击啊 没有能够穿过李宗伟 结果反倒被李宗伟抓住机会 这样11比3 李宗伟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大比分领先 李宗伟呢是 11岁开始打羽毛球 他的身高虽然只有一米七零啊 但是他小时候啊 并不是喜欢羽毛球 而是喜欢篮球 但是李宗伟的妈妈说呢 这个打篮球老在外面晒 太黑 太热 所以呢 就他爸爸呢 就把他领进了羽毛球馆 打羽毛球以后呢 显示了他的天赋 结果被教练发现以后呢 从此呢 让李宗伟走上了这个羽毛球运动员的道路 好球 那么第二局 现阶段李宗伟打的就比较顺一点了 像第一局主要就是 陈仁杰也 也是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 所以呢 在速度上面呢 最少能够跟得上李宗伟 那么第二局 像现阶的嘛 整体的速度呢 虽然是差不多 但是陈仁杰那种像第一局的 加速的那种突击呢 就比较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对李宗伟的威胁 就基本上 没有太大了 而且呢 李宗伟呢 在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呢 他变化多了 这个呢 也使得这个 陈仁杰呢 一时还适应不过来 所以呢 马上就 李宗伟利用 这个变化 来遏制了 陈仁杰的这个进攻 几次杀中路球啊 这个还是威胁非常大 14比4 哎呀 哎呀 滑倒了 对对对 他 这球有点可惜啊 就是 因为 他以为李宗伟这个球是很被动了 应该会 拦一个往前 我们看一下慢进他 所以他就往前走了 但是突然 李宗伟把这球打到后场 因为他的重心已到前面了 所以当想去发力 想停住的时候